各位学员,大家好,欢迎大家观看安全工具系列课程 本章节咱们只要讲解一下NASOS这款工具 那么本节课我们来介绍一下这款工具 NASOS是什么? NASOS是一款共同强大的远长安全扫描器 它具有很强大的报告输入能力 可以产生比如HTML等格式的安全报告 并能够为每个安全问题提出个相关的建议 包括目标的脆弱点 如何修补漏洞,以防止黑客入侵 以及它会规定一个危险的级别 那么它不仅免费,而且它更新的速度是极快的 NASOS具有检测漏洞多准确速度快的特点 使其在正常的漏洞扫描器中脱颖而出 我们来看一下漏洞扫描技术 漏洞扫描技术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匹配方法,另一种是基于插件的方法 那NASOS就采用了基于插件的技术 NASOS的工作原理就是通过插件模拟黑客攻击 对目标主机系统进行攻击性的安全漏洞扫描 在新版本中,NASOS的支持到操作系统 比如Linux,Mac,Windows等 我们看一下它的扫描功能的介绍 准确快速的进行自占发泄 审计系统,它有一套自己的审计系统 比如合规审计,配置审计,布丁审计,控制系统审计,敏感内容审计,移动设备审计 漏洞扫描包括网络设备 比如思科,防火墙,打印机等,虚拟主机 比如VMware,ESXI等 那操作系统就比如Windows,Mac,Linux 漏洞扫描还有针对数据库的 比如Aurico,ZoServer,MySQL,DB2等 那么还有外部程序 而不应用程序包括外部服务器,外部服务 OWASP漏洞等 危害检测包括病毒,恶意软件,后门 通信主机被僵尸网络感染的系统 连接到恶意内容的外部服务 以及认证扫描检测本地的漏洞和条件 任何资历基于网络的扫描会发现新的主机以及新的漏洞 最后是认证的SCAP的漏洞扫描器 那我们来看一下Nexter的特点 Nexter提供了完整的漏洞扫描服务 并随时更新其漏洞数据库 Nexter不同于传统的漏洞扫描器 它可同时在本机或者远端上遥控 进行系统的扫描以及分析 其运作效能随着系统的资源而自行调整 比如你主机加入了更多的资源 比如加回CPU的速度或增加内存大小 那么它的效率表现可以因为丰富资源而提高 它可以自定义插件 Nexter针对每一个漏洞 它有一个相对应的插件 这个我们在之前已经提到过了 漏洞插件是用NASL编写的一小段 模拟攻击的弄入代码 这种利用漏洞插件的扫描技术 极大的方便了漏洞数据的维护更新 它完整的支持SSL服务 那么Nexter还具有扫描任意端口 任意服务的能力 那么我们本节课是主要介绍一下这款工具 那么在下节课里 我们将会对这款工具进行一个安装 那么本节课就先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感谢大家观看